《博物馆》 我怎么没思绪 反正吃饭了 我叫王小安 一名影视公司 力争上游的小编剧 重复的人设 没有新意的剧情 甜 甜没有 虐 虐没有 你写的这是什么 我怎么那么猜 作为编剧 我不仅要面对 创作上的压力 不规律的作息 也常常让我体育透支 为了自身健康 我坚持每周运动 进入我的游戏剧情策划的工作 对方公司想做一个 滑雪类的游戏 要求策划必须懂滑雪 太好了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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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姐 这个项目 您能换个人结吗 一百五十万 不刚了 再刚也刚不过一百五十万 叶南哥 你明天能不能带我 一起去滑雪 我朋友要去导演的话 我就直接滑雪 公交车上贴表白的话 浮夸 那后备箱里 装一大堆技巧 太俗了 我可是有这种教育 老实教育 你是不是太厉害了 我喜欢你 有些事情是可以弥补的 但是有些事情 一旦错过了 就永远无法弥补 但是你 我错过了 未必有下一个五年可以重来 晓安 我喜欢你 你愿意再次成为我的女朋友吗 我喜欢你 不愿意再次成为我的女朋友吗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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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爱心的 经过最大的努力 让你快乐 我觉得这感情经不起你 不会的 有钱人终成倦史